每到週末假日 饒河街觀光夜市 總是吸引不少遊客 方眼望去 滿滿都是黑鴨鴨的人頭 但是也因為人擠人 也讓爬竊集團有機可撐 感覺最近警察巡邏都比較輕快 但是 對 但是我們有沒有小時候爬竊 我們不知道 縱使侠區警方加強巡邏 但還是難以遏止爬竊歪風 既然明著巡邏不管用 乾脆換上便服 埋伏 代爬手 當時這名員警就像這樣 在手機殼上面綁上了釣魚線 就去逛饒河街夜市 沒想到過沒多久 真的有爬手 要來竊取他包包裡的手機 而這名員警感受到了 釣魚線的拉扯 因此立即回頭 將這名嫌犯人贓俱火 宛如釣魚一般 果真吸引爬手上鉤 當時這名員警 手機上綁著釣魚線 另一端綁住自己的包包 沒想到卻意外逮到 這名女竊嫌 翻案前 他還在店家內閒晃 找尋目標 不過落網之後卻是一臉無辜 對於警方訊問還諸多不配合 但是提到逛夜市如何防竊 民眾都有自己的一套辦法 就包包放前面 對 往前面放吧 可以幫我示範一下嗎 就這樣抱著 雖然提防之心人人有 但是爬手依然橫行囂張 警方懷疑這是一個爬器集團 專門鎖定饒河街夜市犯案 而且幕後還有共犯配合 因此落網後才會裝傻不講話 事後已經遭到收押禁見 警方後續也將追查共犯 要讓民眾逛夜市 能逛的開心也逛的安心 記者也加明 溫思函 洪西宇 流浪亨 台北報導